這一次道交條例的修正 我們是要落實人本交通 特別是在路口 那七機車要停讓行人 那過去都是說禮讓 事實上依法來這個規範的話 是如果沒有禁止行人的這個標誌 那就應該優先停讓 那當然在方法上 包括加重滑環 那祭典以及講席 我們希望加強這個路口安全 因為根據我們的統計數字 有六成的一些造勢在路口發生 那當然除了加強這一個相關的罰則以外 我們也對路口進行改善 希望從人車路這三方面 都來提升路口安全 祭典這個部分 然後三點就要調查到一個月 那會有一些用路人或是一些架實 就是說這個是不是太高了 覺得太重了 然後有一些反彈 當然是要有感嘛 就是說大家第一次犯的時候 祭典就是在提醒 你不要在同樣一段時間內 再犯 那我們過去的時間拉長 或說祭典比較沒有產生 這種嚇阻的效果 我們這一次就是都有根據 就是各方的一個研究的結果 來加重罰則 關於高級台鐵定制飲食 這個部分有確定什麼時候會開始 因為指揮中心 已經同意交通部送的方案 所以我們就配合秋冬防疫專案來執行 特別是在這個限制飲食方面 那至於說自由做改為對號做 我們就是從春節 就是2月8號這個開始 這個來做執行 那會有一段宣導的時間